還玩啦 狗暈暈我是不練的 救命 救命啊 村子外峽谷裡都是活死人 要是闖進村子裡 整個村就完了 因為後面是在 在等那個 瘋麻啦 台服幻境好少人放青龍 因為瘋麻上來大概一定會瘋麻 頭狼可以啊 因為他腿很短 他最大問題 因為他最大問題 腿太短了 水晶用來買什麼好 抽池嗎 水晶也只能抽池啊 除非你終於要抽皮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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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湯導火 神魔共死破 死不懸肘 seed 這是兩 будете罵 封麻池大概多久會出啊 再想要不要抽下猴民 第三週 理論上是 你有什麽裝石嗎?頭廊也好用 理論上是第三招 兵力先走下路嗎? 兵力先走下路 剛玩遊戲時連抽手抽是兩隻兵力 還是改抽下猴比較好新手不懂 兩隻兵力一定最好啊 青螺值得培養嗎?想要一個腿長的 青螺不值得 一一的魂石要配什麽? 一一魂石揍石兵 青螺不值得 因為你後面會有夜明龍 這太衰了吧 他要差一點點 我剛是沒生嗎? 還是他只有 過 R珠 青螺活躍於幻境 好久沒看到二百多人觀看索爾直播 洋芸農嗎 洋芸種不見一點啊 他被砍得太慘 洋芸種風在 洋芸種風在 但是上路第一招 避石救虛好像也蠻好用的 因為避石救虛你可以用一一替代啊 不然你有兵妮 兵妮也可以放避石救虛啊 因為你避石有的很多啦 所以 浴室兩太要很軟 基本上避石救虛都是來砍亡的